這個畫面的話今天如果切這個畫面還蠻好玩的 手機上面可能要長出來是長得像這個樣子 一塊一塊的 OK然後 像這個通常會有動畫 這個東西就是用JS的外掛 跟不吹粉五官 JS的外掛 然後 這個好像是我們昨天還是 第二次有切過 好像第二次吧 我忘記了我忘記了 然後這個畫面也還好 對這畫面應該也還好 這畫面其實要做圓角 帶點手刻就好了 然後 對應該還好 然後底下東西這也是常見的 所以還好 這個應該我們昨天切過了 對啊這個我們昨天有切過 對 然後再看一下 我們再挑一個 再挑一個 找一個我 上課常常拿來demo的好了 有一個還我覺得還蠻有意思的 這一個 好這個畫面 各位可以看一下 就是 因為我們真的有多少人是有用過Footstrip的 我們現在線上14個人有多少人有用過Footstrip 我教過的不算 我教過的不算 對 有沒有那我沒有上過 沒有上過我的課的 然後 有用過Footstrip的 可以用打字的 用打字的 沒用過 OK 有三個沒用過的 好 那 四個 好 那今天應該還好 所以 有用過的 知道這邊要怎麼處理吧 知道嗎 就是 等於說你今天在手機上面 可能要出現圖片文字圖片文字 然後圖片文字圖片文字 等於說你要讓它在桌機上面左右對調 像這種東西要怎麼處理 這個知道嗎 有套過嗎 其他畫面其實都還好 這個這個例子其實我上課蠻喜歡講的 都是講這一塊 都是講這一塊 然後我再挑一個好了 好 這是第一個 這是第一個 左邊第一個右邊第二個 然後我再挑第三個 第三個 三選一好了 好這個也是差不多的意思 這個板切起來就麻煩了 對這個板切起來就比較麻煩了 OK 很多 很多要帶手科啊 這個板 好這個板還蠻有意思的 來這個板給大家看一下 好這個板比較有趣的地方是在於說 選單 選單 選單你要讓它底下這邊是 一個清單 然後 到手機上面應該這個清單要藏起來 然後接著你 logo 是在上面 然後還有一個 次選單 登入登出在 登入登出在右上角 登入登出在右上角 所以像這種東西都會帶手科 這就 跟poop的規則 等於說 跟poop的規則有一點點沒有關係啦 但是 有些地方又是共通的 所以 蠻多部分會需要帶一些手科去處理 然後它的搜尋又在這 然後你搜尋點下去之後 到底怎麼出現 這也是需要考量的一個點 這個 這個會在手科比較多一點 其他地方其實應該都還好 其他地方真的 都還蠻簡單的 其他地方還蠻簡單的 然後 比較特殊的 這個版也差不多 這個版 這個版也差不多 看一下好了 這個版其實 這邊就是用那個標籤面板 不然就是用按鈕群組 用按鈕群組去控制底下的東西 OK 好 那 一般來講上課我基本上會配合講義 因為沒有講義的話 有些東西 你真的 你抓過 可是你不是每一次都在用這個組件的話 你可能熟悉度不會那麼高 那這種情況來說的話 可能會需要搭配講義來查 對 所以基本上我的講義也算是我的個人筆記 然後 裡面會把很多很多的小細節 全部抓出來丟在裡面 OK 然後 嗯 這些版應該都還好 嗯 看一下喔 這個版會帶點手刻 然後 然後破格嘛 然後旁邊這邊是有空間的 所以這邊可能需要考量那些 設計上的差異 然後這邊也是有紅疊到 這邊也是要帶手刻 也是要帶手刻 然後 上一頁下一頁 上一頁下一頁就會用到我們 前面幾次切板都沒有用過的組件 它叫Pager Pager 好 那我們基本上用這 好 這是第三個 這是第三個 那 各位從三個裡面挑 一個吧 我們今天一樣是三個挑一個 不對 我們今天是三個挑一個 昨天是兩個挑一個 好 所以 現在會有 左 中 右 好 你要 你想要看哪一個 然後你直接寫左邊還是右邊還是中間 OK 好 就直接在你們打字那邊 中中 中 一二三四五 六七 超過半數 中間的 中間的 看起來幾乎都中間的 所以我們左邊跟右邊就丟掉 不要管它了 關掉 好 中間這一塊 它要帶手刻 這個其實 切這個板有點自找麻煩 就是 嗯 我想一下 好 選單的地方我一樣先採用標準的做法 所以我不會去切出像它這樣的畫面 因為這邊的手刻東西太多了 你可能甚至要控制到手機跟桌機的那個考量 所以這邊花太久時間 我們也是一樣希望在九點能夠結束 所以基本上盡量控制在一個小時內 然後 底下這看起來不是換燈片 所以它基本上會是一個滿版的畫面 應該就還好了 對 然後接著底下這邊會是 兩欄加五欄 好 五欄這個地方 我特別說明一下 五欄這個地方 在bootrip裡面做五欄的畫面 其實是有點問題的 就是說它可以做五欄 但是它不會做到像這樣子 切的邊邊切的剛剛好 所以待會我們直接偷欄做六欄 或四欄 OK嗎 因為你要做五欄的話 像這個畫面來說的話 我可以畫給各位看 因為bootrip它是 基本是以十二欄為主 所以以十二欄為主的情況之下 它產出來的東西 基本上一定會是像這樣 這是一個滿版 十二欄的畫面 那我今天會去把它切分成十二欄 所以十二欄就會變成像這樣切 這個欄會變很小 一二三四五六 對 所以十二欄來講的話 你沒有辦法去整除 就是用五去整除 它會出現小數點 可是格線來講沒有小數點這回事 OK 所以要嘛是四欄 要嘛是六欄 所以六欄來講的話 每一欄的寬度大概會是 換個顏色一下 每一欄寬度大概就占到兩欄欄寬 像這樣子 它還蠻小的就是了 所以要嘛就是六個要嘛就是四個 可以嗎 所以這邊會是 會是跟我們那個 目前切板這個畫面比較不太一樣的 那如果說你要切真的要切六欄的話 OK嗎 可以 你要自己刻 你要自己再加自己的一些內容進去 就可能自己要寫一個格線 五欄的格線 可以嗎 好 然後 底下四欄這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中間的間距它很小對不對 很小的這個情況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控制沒有問題 那基本上為求時間 我們先暫時不控制 你其實只是在 像我們昨天有切的話 你只把item的margin左右 原本是-15的把它改成 例如說是-10就好了 那中間可能只有10項數 OK啦 待會兒來處理好了 對沒關係 然後底下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它不是滿版的 不是滿版的情況 其實上面也不是滿版的 所以以底下這個情況來講的話 它可能會是- 看一下喔 好 它中間這一塊可能會是八欄的欄寬 然後這一塊也是八欄的欄寬 然後這個也是八欄的欄寬 然後這個也是八欄的欄寬 然後這八欄欄寬裡面再分三欄 OK 所以這個畫面 看起來其實不難啦 那就是還蠻考觀念的 還蠻考觀念的 今天切這個其實 好啦沒關係 至少麻煩 我們來試看看好了 OK 好 那我剛才有講過 有一些地方可能會 跟普通的基本的規則 會有點沒有關係 就是跟它基本規則是 跟它基本主件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那個我們會直接省略掉 偷懶 好那不然的話其實要帶首課的話 花時間比較長一些些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話講完 還有45分鐘可以去切的話 我們就直接就先開始 好那 看一下要區分幾格 導覽列 廣告 一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好總共會有八塊 大塊的區域 所以我們先來建構一下 好 然後呢 基本上我們先把八塊的範圍先寫出來 好那就是 我說過個人的習慣會用很長的一個註解 好八塊 然後呢還會再去加上很長的空間出來 好很長的空間是為了讓我們在識別上面比較簡單一些些 所以 好把每一個空間都拉出來了 然後先把導覽列列先伸出來 那這個底下會是我們那一塊廣告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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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廣告區然後 基本上啊這整塊 嗯 你看它不是滿版的 不是滿版的 所以不是滿版的情況之下 我們反過頭來 用 container去包住jumpstrap OK 好像這樣 OK 好像這樣 OK 然後 基本上裡面文字要對齊中間嘛 所以要對齊中間來講的話 我這每一個都給它做 文字對齊中間 好先看一下好了 先存起來 好 有自中了齁 OK 好大概像這個樣子 好然後再來的內容是底下這一塊什麼 Welcom lead company 我就直接寫Welcom就好了 所以Welcom Welcom裡面呢 我要去產出一個固定內容的範圍 固定內容的範圍在這裡 然後這個固定內容的範圍它不是滿版 它不是跟container一樣寬 它會是限制一個寬度 所以大概我是抓 巴藍藍寬 好 巴藍藍寬 然後巴藍藍寬的話 我就要讓它做一點點間距所來設定 所以就加一下offset offset2 這樣我這個藍就會在正中間 那正中間我需要加什麼東西 我需要加上我的標題 所以標題我先用H1 它就是Welcom 它就是Welcom to the 或是寫數字 好 偷藍寫到這邊就好了 然後底下要寫兩藍的畫面 兩藍的區塊 那兩藍的區塊來講的話 你可以寫兩個格線給它 或者說我們直接首刻 CSS也可以 那我們這偷藍 我們就寫兩藍 就給它就好了 所以兩藍來講的話 兩藍 好 兩藍 看一下喔 這邊要加上一個raw 去抵消掉外圍的區域 然後再加上兩藍 OK 兩藍裡面就會有文字了 所以兩藍裡面的文字呢 我都給它下一個內文 好一樣呢 我們昨天有些規則有提到 加文字的class 再加上我的內文 幾個字啊 20個字好了 好大概像這樣 好那上面這邊呢 H1來講的話呢 我也是一樣偷藍 就直接給它加一個title 加這個title 是為了讓我們能夠 比較方便控制它 所以class名稱像標題 我就包在它title裡面 然後 內容資料可能就包在一個自訂的class裡面 好 那我這一塊都做完了 底下還有另外一塊 所以底下另外一塊 這邊來講的話呢 我也是一樣加上一個raw 那raw裡面來講的話呢 我要再去分 分四藍好了 所以 好 所以分四藍 然後四藍裡面呢 那我就給它加上item 自訂的class 自訂class 加進去之後啊 我裡面東西 全部都要至中對齊 所以我可以在item上面 去加一個text center 的class 然後底下放一張圖片 使用假圖給它 假圖給它的話 圖片給它做小張一點 給它做60x60好了 這張圖很小張 然後有了icon以後啊 我們要再給它做什麼 再給它做一些文字 所以 文字看你是要用p呢 LowRain給它三個字好 不夠 六個字 好 OK 那這樣的話我這一塊呢 基本上就生出來了 OK 並且文字是對齊中間的 好 我們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 這一塊在這裡 有沒有分兩藍 底下我分成四個 OK 那假如你想要分成六個也行 那六個 應該有點擠 好沒關係 先這樣就好了 然後為了讓它看起來 稍微比較好看一點點 我現在先把圖片 給它加一個 圓角好了 圓形的齁 不然的話基本上 我們要準備圖片出來 其實花一點時間 所以至少這樣子 看起來很難看 OK 好那這一塊好了以後 好這一塊好了以後呢 來我們這邊的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到時候它整塊 這整塊都會是白色的 整塊都是白色的 OK 所以整塊都會是白色的這一塊 來講的話 它會是哪一塊 它會是這一個DIV對不對 那按照我們昨天的規則呢 我們會把這裡面的內容 放在一個自訂的class裡面 那我這邊我偷懶 我直接寫在這邊 然後呢 它以AMS為開頭的class名稱 就是我自訂的 OK 好像這樣 OK 那所以我這邊就可以直接 針對它來去做一些 CSS的設定 老話一句齁 之前我跟到的朋友的話 基本上可以知道說 這個demo基本上就是在 只做這個例子而已啦 所以我先把CSS寫在這個範題當中 就沒有獨立出來 就沒有獨立出來 OK 然後直接給它背景的顏色是白色 好 然後 好 是白色這樣就好了 好不關它 那接著底下的內容呢 底下是這一塊 四欄 四欄來講的話 寫一下齁 待會再來處理它們之間間距距的問題 好 這一塊 這一塊 這邊是NAV 這邊是 Banner 好 這邊順便把它加在一個Banner裡面 包在Banner裡面齁 方便我們待會做控制 然後這是Welcome區塊 好 那這裡的話我們要做的是 container的內容 然後是幾欄呢 四欄對不對 好 四欄的話 好 四欄齁 這邊有個小細節 你要讓它做對齊 我們看它有沒有對齊齁 小細節的地方 好 它沒有對齊 它如果有對齊的話 我們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它沒有對齊的話 應該大概就知道它的問題在哪裡 OK OK 它如果沒有對齊的話 它如果沒有對齊的話 基本上我底下直接放container就好了 OK 所以container跟raw 然後給它做四欄 像這樣 OK OK 那上下對齊的地方真的是比較麻煩 需要注意到 好 然後接著我去放四個item 這四個item裡面呢 都是放什麼東西 都是放 一張大圖 然後 標題內文跟按鈕 標題內文跟按鈕 好 所以 這四個item也都是一樣 給它對齊中間 所以我就要放一個大圖 好 圖片給它做大張一點 350 400好了 400 乘300 好 然後要給它做到rwd 自動的縮放 所以要給它做class managerResponse 接著標題來講 我先用h3好了 偷懶 lowRend 給它來一個 三個字好了 然後底下用段落 產出一些內容給它 lowRend 給它20個字 好 這樣就有內文了 再來是底下會有一個超連結 所以超連結來講的話呢 我直接再放成另外一個段落 把超連結套用按鈕 並且套用 default好了 好 然後接著 它叫什麼 mall 就直接mall好了 ok 像這樣 好 所以這塊已經切好了 看一下 生出來了 ok 那這間區要把它縮小對不對 好 今天就要縮小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可以先 我這邊直接先刻 帶一點手刻就可以處理掉的東西 來這一塊 因為它是放在 我的item是放在隔線裡面 快速解說一下好了 我的這個item是放在這隔線裡面 那每個隔線基本上都會有一個pading左右各15像素 所以我現在基本上 我不要讓它是pading左右各15像素 我要這邊直接偷用raw的方式 raw的方式去抵消container的pading 所以有用過的話應該多少有點印象 所以我這邊帶一點點手刻就可以處理掉了 好 那這邊我就直接呢 告訴它裡面的item 告訴它它的margin letter 給它-10就好了 然後margin right-10 好 那這樣就可以處理好了 間區就會比較小 好 像這樣 這樣就比較像是我們目前這個畫面 OK 好 然後再來就是說 這邊你可以看到會有一個加號 加號這可能 另外再去處理了 另外再去處理了 或者是 用before after的方式來去處理出來 那還有一種就是我們摸到才出現 OK 所以這種都是小細節 切板的時候這種小細節要另外再去注意到 對 那像這種小細節你要怎麼辦呢 來我們另外一種方式 直接把這個圖片包在一個什麼 包在一個DIV裡面 所以我這邊呢 今天還是加一點點手刻好了 所以我直接在這個圖片上面 給它包在一個DIV裡面 我直接包在DIV裡面 這個DIV呢 它叫做PIC OK 所以基本上我現在畫面一樣 還是完全沒有變 但是呢 圖片就放在一個PIC的區域當中了 所以我現在很簡單的 我就直接處理 底下的PIC 給它設定一個after 設定一下content 給它帶個加號好了 好 然後呢 我們看一下那個加號長怎樣 圓圈圈然後有個加號對不對 好那我這邊呢 如果你今天是帶首刻的情況之下 給它直接做一個絕對定位 絕對定位來講的話 它的副成叫做相對定位 OK 然後這邊我設定一個top0 right0 button0 跟left0 加上一個marginauto 那這樣就可以把它放到正中間 並且把它的寬度設定為 例如說30像素 有點大 20像素 高度也是20像素 然後告訴它 linehigh20像素 文字對齊中間 然後接著給它一個boulder 白色的 好 圓角 這樣就一個加號 好小 把地軸拉起來 嗯 我沒有圓角嗎 少了一個 Display block 嗯?沒有看到嗎 看一下 After content 上右下走 分高 寫錯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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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線了 好不明顯 來個兩像素 我先隨便調 能夠先調得出來再說 然後接著給它做color 看的不是很明顯 來紅色 很醜 但是超明顯 可以看到了嗎 OK 好我現在還看它們寫 所以我打錯了 好 剛才有進入狀況 所以我今天切到滿快的 好那這邊基本上這樣有長出來對不對 長出來之後像這邊的間距啊 這個配件要再弄小一點點或幹嘛 那個都可以另外再處理 那這邊先同意一下好了 BTN它的圓角都把它拿掉 所以 好這樣圓角都沒有了 OK 好然後 我們畫面已經切了 將近一半了 好再來是底下 before after這一塊 before after這一塊 它也跟上面這一塊一樣 所以它是8欄的欄寬 8欄的欄寬 所以 before after 我從minimap這邊找就很快 來before跟after 就直接叫ba好了 before after 然後它是4欄8欄 然後我需要把 把這一個拿掉 給它column sn offset 2 OK 然後接著我裡面需要放什麼東西 我看一下好了 裡面需要放兩欄嘛對不對 然後還有一個標題 所以我這邊就是直接就是 我剛才叫做什麼 msman 好這塊是我主要的區塊 好然後接著裡面會有一個主標題 然後就是 然後就是 before and after 然後就是 before and after 然後底下會是兩欄 兩欄的畫面來講的話 加上一個raw 去讓它跟外層是一樣款的 好所以我就加上兩欄 這有一半嗎 量一下 好像差不多 又好像差一點點 好那我們就給它抓65好了 不是65 75 所以這邊是7 這邊是5 OK 然後在這一塊裡面呢 我去放我的圖片 所以就是peric 圖片給它做大張一點 圖片給它抓個600好了 對 怕我的畫面太小 300 給它做一下 根據responsive OK 顏色用個灰色 不要文字 OK 好 然後 右邊是文字嘛 右邊是文字 我們就是抓 H2 或H3 基本上正常的等級來講 應該是H1 然後H2 那我這邊來講的話 我直接 沒關係我這邊偷懶 你後面的自己大小 那個細節的微調 再去調整就好了 所以我們這還是一樣先看一下 所以這邊會是我們的文字的區域 所以文字的區域來講的話 好 然後裡面就是 我的標題H2 四個字 然後 多一點好了 十個字 這個標題很長 然後是段落 然後再來是 然後再來是 不需要 好 這叫個more 好像這樣子 好 這樣就長出來了 然後你會需要有一個 有一個小小的 小小的箭頭 有看到 小小的箭頭 好 所以小小的箭頭 我們來處理一下 小小的箭頭 直接用 箭頭 下 有 好 這樣就有了 OK 直接採用不吹個內建的i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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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before跟after也寫好了 也寫好了 也寫好了 然後再來是底下這一塊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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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塊 好 跟上面那一塊一樣 我是要這一塊就好了 我是要這一塊就好了 寬度跟上面一樣 所以color sn offset 2 OK 然後裡面有我的內容 裡面的內容 來也是一樣 ms 好 今天的切法跟昨天有點不太一樣 對不對 因為我把class都加在格線上面 好 那其實你要另外再多加一層也可以 要多加一層也可以 但是講真的 其實 我個人昨天有說過 就是我會建議說 你再多加一層 你的東西不要跟格線 混在一起會比較好控制 不要混在一起會比較好控制 好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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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下其實你要做兩欄也OK 這個直接塞一張圖片就好了 好 那我們直接做兩欄好了 這邊 兩欄 好 OK 但是這兩欄來講的話 然後還要加在一個入錄裡面 好 所以第一個會放一張圖片 可以改進去 來 PIC 其實不用耶 我這邊手磕可能還比較乾淨一點 不用沒關係 這樣就好 好 這塊是PIC 然後 直接放一張圖片好了 圖片 然後圖片很小張 這張圖片大概30x30 好 然後這右邊是文字嘛 右邊的文字來講 他直接放一個內容 好 30個字出來以後 然後 底下還會有這個圖片跟 你的 文字的部分 好 所以這一塊來講的話 看你要不要直接去加上一個 people區塊 然後裡面再去放你要的圖片 好 圖片跟人名 所以圖片跟人名來講的話 先放一個 圖片 那這圖片大概 50x50吧 好 然後 就不要放字了 50x50 然後給他做 浮動靠左 好 有了浮動靠左之後啊 也不用浮動靠左 好來 不要 這邊要帶一點手顆 比較好做對齊 然後在後面就是放文字 所以放文字 它這邊又有放圖片 放超連結 不是放圖片 又有放超連結 所以放超連結的話 來自MS就好了 像這樣 OK 好 這樣好了以後啊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畫面 我們還缺一點點 我們還缺一點點 好 這一塊有出來 怎麼這麼大 這隔線寫醜 對 這邊應該是1 這邊應該是11 這樣就長出來了 OK 好大 好 初切啦 初切 好 這樣有對齊嘛 比較好設定 然後就底下會有上一頁跟下一頁對不對 上一頁跟下一頁這一塊來講的話 其實一般來說 來 上一頁下一頁它是多滿 看一下 它是佔掉整個畫面對不對 佔掉整個畫面的話 來 我整個畫面的RAW在這裡 好 OK 隨便加上一個RAW 再加一列 在外面 然後接著我在裡面直接去發 Bootchip裡面有一個東西是做導覽的 我個人是把它認為導覽系統那一塊的東西 叫Pager 那Pager來講的話呢 它會有一個固定的寬度 它是寫實的像這樣 它寫實像這個樣子 然後呢 你要做到滿板寬的話呢 你可以直接去設定一下 Pager 不過講真的 我還沒有設定過這樣長相的Pager 所以可能要試一下 Pager Pager裡面看一下 Pager Li跟A 好 所以Pager裡面的 Li跟A 好 Li直接給它做Float Lab就好了 然後給它做寬度50% Morgin0 好像這樣 然後這個的話呢 Display Block 我現在是沒有這樣去設定過 所以我現在帶首歌的方式去處理掉它 所以 換123 好看一下有沒有效果出來 有,有長出來了 OK 它怎麼那麼大 看一下我去有沒有包錯 我 我包錯位置了 來 這一塊應該要在 包錯位置 應該要在 AMS這一塊裡面 OK 不然它就太寬了 所以要在AMS這一塊裡面 來,包在這裡 好 這樣就回來了 OK 那回來以後啊 我們也是一樣來稍微簡單設定一下 它的圓角要拿掉 圓角拿掉了 OK 那我也不要邊框線 不要邊框線 所以把Bolder拿掉 Bolder就拿掉了 所以有兩塊 好有兩塊之後啊 我需要第二塊有邊框線 所以 我今天會把 Li 加 Li BolderLapt B像素 實現 又寫錯字了 給它 來個淺灰色好了 好這樣就OK 然後背景顏色也要設定一下 這個背景顏色呢 簡單設定一下好了 嗯 直接吸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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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這個 好 OK 好這樣就長出來對不對 OK 好 然後 所以這樣我應該顏色是白色才對 OK 然後裡面上一頁下一頁我要箭頭嘛 要箭頭來講的話呢 來箭頭 上一頁下一頁 上一頁的話就是箭頭 箭頭 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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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左 出飛鏢 然後再來是向右 所以應該有兩個箭頭了 有了 OK 顏色要白色 快速的手刻一下 好了 大概像這樣 我說過小細節先不去管它 先粗切 好 再來是地圖的地方 地圖是長這樣 所以我們簡單抓一個Google Map來用好了 所以簡單抓一下… 隨便找一張圖好了 我們要找哪裡咧 好 就找它吧 在哪裡 分享 先入 iFriend就是這一塊 我找它就好了 我找它就好了 好 這一塊地圖應該是在這邊吧 來地圖這個東西 這個原始碼我先留著 我要地圖在這裡 所以這邊是Net 所以點Map 好 Map裡面呢 我需要有一個滿版 也不算滿版 因為左右有空間 好 左右有空間 所以我去做12欄 container 好 然後12欄裡面 我要有一個滿版的一個 地圖 好 那這個地圖來講的話 它就會寬高的比例 那寬高比例來講的話 我真是先 沒有去做計算 因為這個寬高比例其實要用首刻的方式來處理 OK 在BooTripper當中有做一個 這比較有點像是4比3 有點不太像是16比9 我們就直接用一個 這個叫4比3 好 4比3裡面呢 我就把iPhone這個網址丟進來 OK 好 那這樣我地圖應該也生出來了 其他東西不要 其他東西就 放進去吧 這個東西不需要了 注意掉 看一下目前畫面 我畫面上網後有一個 好 OK 然後有地圖 重整一下 好地圖在這邊 OK 4比3 好大喔 我做16比9好了 16比9 比較像16比9 OK 好 所以我現在地圖也有了 我們現在還剩什麼東西 看一下 地圖底下就是footer 地圖底下就是footer 好 所以footer這一塊的話 也是一樣 我現在的class名稱 我先 我都是暫時先不去做 深一層的思考 因為一般來講 那個class命名 還蠻花我時間的 好 所以這塊也是一樣 把第一個拿掉 把第一個拿掉 所以需要這裡就好 然後接著裡面 我需要做的是三欄 所以三欄來講的話 有第一個標題 這個就是dhe1 這應該是 dhe1 這叫什麼 底下會區分成三欄 OK 區分成三欄 所以來個raw 那我加個三欄 有了三欄以後呢 裡面就會有標題2的區域 所以 好 這第一個叫什麼 counters 好 第二個叫什麼 menu 第三個叫什麼 social OK 我三塊都先寫出來了 然後寫出來以後 好 裡面內容就大概做一下 來看一下 好 裡面的內容 我需要一個h2 h3 因為這還蠻小 我先直接偷了 h3 然後這個是contact 這是menu 大小寫先不管 大小寫先不管 好 h3 menu底下是我的選單 選單 選單來講的話 ul 給他做list style 然後底下li li我需要幾個呢 1 2 3 4 5 5個 然後底下還有超連結 OK 所以我裡面會有home about us 好 service 然後service 好 底下偷懶不寫 然後上面這個東西叫 欸 我寫錯地方了 好 換一下 menu OK Social 好Social會有這一塊 會有這一塊 會有這一塊 好 Social這一塊來講的話 也是一樣用清單來做 然後清單這邊套用的是list inline 然後底下會有幾個Social的東西 1 2 3 4 4 4個嘛 所以會有li乘以4個 好 4個裡面每個都有超連結 超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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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接著 然後接著 4個icon 那這4個icon bootswip裡面沒有內建 它是Social的地方 沒有內建 所以沒有內建 情況之下呢 我直接在上面直接 用一個 然後去鏟出我的FindOcean的icon的CDN連結 然後需要一個Facebook、Twitter跟YouTube 還有Instagram 好 所以呢 這個是Instagram 好 有了icon了 然後這個是YouTube YouTube 實行方框圓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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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YouTube 好 然後這一個是 Twitter Twitter 好 然後再來這是Face... 誒!放出位置了 好 然後這是Facebook Facebook 好 然後看一下 我目前畫面有長出來嗎 有 4個icon都有了 OK Contact沒有 Contact我這邊偷懶一下 我這邊用段落來寫就好了 那其實你把第二個拿來用也可以 你好像把Menu那邊拿來用也可以 Menu這一塊 拿過來這邊用也可以 但是就把超電解拿掉就好了 好 就把超電解拿掉就好了 好把超電解拿掉 那我只需要把我的文字資料寫進去就好了 OK 所以我這邊會有一個Fone 好 像是這樣子 然後底下還有其他資料 好寫寫就可以了 好然後最底下這邊還有一個 還有 Steal have questions Steal 然後直接給他做BTN 哎呀,又亂跳 BTN BTN,綠色的 好,然後這叫什麼? C Syncretion 好,這樣就好了 好,底下業尾的地方再加一個 底下業尾的地方再加一個 所以在最底下再加 看你要再加一列 還是直接加一個滿版的區塊 好,這個就看你們自己 好,看你們自己 所以 BS12 好,滿版的區塊 滿版的區塊呢 加上你要的資訊 所以這邊可能會失效 Copyright 這是我自訂的嘛 Copyright 好,然後接著裡面就是 加上我要的資訊 好,像這樣子 好,看一下我們目前畫面有沒有長出來 有 等候 這裡有長出來了 OK 而且他沒有跟上面打架 好 那我現在顏色很簡單快速的把它定一下 好,我們快要接近9點了 好,這一塊 是Footer那一塊的色彩 所以Footer的背景顏色 我Footer寫錯了 來 應該是Footer裡面的 msman 好,長出來了 這一塊 OK 好,天啊 裡面字都看不到 好 像這樣子 那粗切可以看得出來 那個小細節的微調還沒處理 但是目前畫面基本上是長出來了 好 然後 好 這邊其實感覺有點怪怪的 中間旁邊的距離應該大一點點 旁邊距離大一點的話應該 我這邊太靠近了 所以可能要把 欄寬的設定再做一些微調 欄寬的設定再做一些微調 而且我這邊很快是微調一下好了 所以避免看起來就是很不舒服 所以我把這一塊 好,這一塊處理一下 給它做 3339 所以 三欄 不行耶 三欄 三欄有點靠不太過去 好 這邊還是卡住一個問題了 這三欄會靠不過去 靠不過去的情況之下 好吧 這有點麻煩 剪下來 我需要再多做一塊 我會寫到完整 有些人會覺得說 那個access是不用寫的 那 不寫也ok 不寫也ok 好 這邊去把他的間距推過去 再來就處理這一塊內容 我就比較靠中間了 ok 然後 上面的標題也同樣要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標題的話 我乾脆直接給他寫在這裡面 好,這樣就進來了 這樣就比較符合我們剛才所看到的那個畫面了 ok 對,必然是省略了齁 他事實上 他蠻多東西還是吃sm的 不然其實按照理論來講 隔線裡面都會有配定 隔線裡面都會有配定 只是我們省略掉的話 我們省略掉xs 他吃的其實是sm的配定 可以去開發者工具看一下 他其實是幹這種事情 所以其實 這樣感覺起來有點像是不純粹沒寫好 對,感覺起來像是沒寫好 不然他照理論來講 他應該要吃xs的設定才對 ok 好 然後我們現在問題來了 好,怎樣讓他 怎樣讓他重疊 怎樣讓他重疊 那我這邊先把顏色 body的顏色設定一下 來body的顏色 ok body的顏色設定好了 好,那我們現在需要這一塊 這塊要給他加大一些些 這一塊加大一些的話 這一塊 這一塊 所以我們給他加大一點 圓角要先拿掉 所以圓角要先拿到 jumpstrung在這裡 jumpstrung banner這一塊 banner的jumpstrung 圓角拿掉 好,圓角沒有了 再來他上下距離給他加大一點 看起來就是比較 空間比較大 padingtop給他抓個100 pading button pading button 這樣應該蠻大的 不夠 再大一點 200 感覺有87分像的 然後接著底下這個地方 這上下的距離 我們要切多少 要吃多少 我們先直接來設定一下 好了 底下這一塊 跟foodtang蠻像的對不對 其實它是做一點小修正 跟我其實還蠻靠邊的 還蠻靠邊的 沒關係我們這邊偷懶一下 好 這邊呢有一個地方就是說 上下之間是不是有看見這個空間 對不對 看到這個空間來講的話呢 其實像我們昨天有提到 它有一個規則 就是說兩個中間 兩個物件之間 或兩個區塊之間有空間的話 大部分是找誰 找上面那一塊 好,找上面那一塊 所以我直接去jumpstrang裡面 jumpstrang裡面 jumpstrang裡面去設定一個 margin button 看一下 就拿掉了 好,拿掉了以外呢 我再來就是說 看是要用jumpstrang的margin button 去把底下這一塊拉上來 還是說是用底下這一塊的margin top 把它拉上去 好,這個就看你自己想要用哪一種寫法 OK 那我直接寫這個是welcome 我直接寫在welcome這一塊 那我直接寫在welcome這一塊 我這邊的運司法沒有做任何的優化 我這邊寫的還蠻亂的 OK margin top 給它抓個-90% 好 上去太多了 太多了 來抓一下自己的高度好了 高度 -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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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像素 我是不是太上去了 對,太上去了 OK 這樣就疊上去了 好,這樣就疊上去了 好,那疊上去 相對它底下也下來啦 就是這邊也是 應該說 下面的東西也跟著上去的 那我們看一下 中間有沒有一些間距需要處理的 有,其他有一些地方的間距需要處理 像這一塊我們畫一下圖好了 這一塊 它有間距 然後 不能捲 我一旦畫圖就不給我捲了 然後 這一塊有間距 這邊有間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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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這邊不管它 對 好 所以基本上 我需要 把幾個間距拉出來 我把before跟after 還有這一個 這一塊 把它的間距拉出來 所以我把這兩塊的pading處理一下 好了 這兩塊的pading處理一下 所以是這一塊 不是圍圖卡 不是圍圖卡 這一塊 還有 還有誰啊 before跟after 這兩塊 這兩塊 padingtop給它抓個60 padingbutton給它抓個60 OK 其實我個人會比較偷懶 p上下為60 左右為0 這樣就拉出來了 我這樣就拉 我真的是少個標題 有嗎 真的少標題耶 好 對 切切切太怪 所以 標題 welcome 底下這裡 這裡少了一個 OK 我真的少了一個 所以來給它一個 這個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什麼 好像這樣子 然後要文字對齊中間 所以文字對齊中間 文字對齊中間 又長出來了 OK 這兩個要這樣拆開來 沒問題 這兩塊也是拆開來 before after before after 是放在哪裡 before after 沒有白色 我算before after是白色 OK 好 我知道 before after 跟它 來 給我看裡面的 OK 寫到正常了 所以只有這一塊是白色的 那距離的話 另外再去做細節的處理就好了 細節處理就好了 然後這邊也有了 那這一塊呢 這一塊的話 是不是也要白色呢 它也要白色 它也要白色 所以它也要白色來講的話 再多加一個吧 它叫什麼 about 有了 然後底下這邊是有間 有間距 有間距的話 待會我們再來處理 沒關係 然後接著我現在地圖 地圖 要讓它跟上面的 about這個區塊重疊 然後 我的footer也要重疊上去 所以我的footer 先讓它上去好了 footer 有嗎 footer 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 好 來 footer給它做 margin top -200 OK 它就疊上去了 像這樣子 那再來這一塊要疊的話 我們的地圖要疊 對不對 地圖要疊的話 它應該是 map 所以map 所以map 也給它做 margin top -200 好了 所以map 這樣就會疊了 但是疊了之後 就 怪怪的 因為它會蓋住about 沒關係 這個地方呢 把它的 相對定位設定一下 其實不要設定這個比較好 來 我把 about這一塊 map把它改成about 然後把它改成margin bottom 這樣會比較好 然後因為這樣的話 我設定一個相對定位給它 設定一個相對定位給它 the index 給它設定 拉到1 這樣就可以蓋住 我的地圖了 對 那這邊很多小細節沒有去調整 因為事實上 我們尺寸 目前並沒有去做非常精確的計算 所以我今天只是做一個粗切而已 做一個粗切而已 那這樣可以看得出來 然後剛才講到間距的地方 這邊也有個20像素的間距 對不對 20像素的間距 一樣把它拿掉 拿掉來講的話 規則就是找上面那一個 找上面那個 就是Nephbar 把Nephbar拿來處理一下就好了 這樣就拿掉了 ok 那這邊我們就沒有再花時間去做修改了 大概像這樣一個粗切 我們的畫面就出來了 就是粗切啦 所以畫面還是很醜 畫面還是很醜 那這邊還是有點距離 對不對 這邊有點距離來講的話 應該比較像是pagination所伸出來的 不是pagination pager pager 所以把pager這一塊處理一下 pager 拿掉了 ok 那講真的pager這一塊 到底它的margin button有沒有設定 講真的我不知道 我只記得 我只知道說 在不測裡面很多很多它的規則 它是依循怎樣的一個規則去處理的 所以講真的你要把所有東西背起來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所以我也不喜歡背 我很討厭背 非常討厭背 所以呢 像剛才講過的幾個規則 這個東西當中 這個幾個規則是我上課當中一定會提到的 這樣的話你才不要說用死背的方式去做 像是 剛才我去調整這之間的間距 然後還有就是調整 調整 這個底下那個空間 那個東西其實都是不所有裡面 它官方網站不會寫出來的一些 我稱之為潛規則 我稱之為潛規則 很多潛規則 它你只要了解之後 那其實你去寫會比較省事 比較省事一點 比較快速一點 不然的話你要一個一個找 每個東西都叫你說去開那個開發者工具去看 天哪你要看多久啊 你每個東西都要看你時間都花掉了啊 有比較快嗎 沒有啊 所以我個人很討厭就是 開開發者工具去看 所以把很多東西開始慢慢慢慢把它抓出它的規則之後 你寫出來就會比較輕鬆的 OK 所以大概會是像這個樣子 大概會是像這個樣子 那當然其實一開始我們像這種小地方沒有處理好 這個旁邊其實還有點空間要處理 然後還有這個旁邊的空間要留大一點點 這個其實都是 一開始要先看準一點 就是說我們是不是算錯了 它這算出來可能這邊的空間比較像是 column 10的寬度 比較不會是column 12 大概像這個樣子 好 column 10的寬度來講的話可能其實還好啦 這個我們都可以再去花隔線去處理就好了 OK 所以其實應該都還好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好所以今天的話大概初切是切到這個階段 你後面要去塞圖片再去塞圖片沒有問題 大概是像這個樣子 然後還要進入工商服務時間的 所以我們有剩一點點時間我們快速把講完 基本上我們的募資已經快結束了 剩下兩個小時 對 所以有朋友需要的話可以趁現在撿一下 OK 所以今天沒什麼工商服務時間就這樣而已 好 因為剩兩個小時而已 OK 好 感謝大家我們今天總算順利的切完第四天 我們明天還有一天 其實蠻有挑戰性的真的真的還蠻好玩的 也感謝大家這次參與啦 如果有任何的問題歡迎你們都可以反應給我 好不好 那如果說你們自己有在使用BUTRIP的一些經驗的話 你覺得應該可以分享或者說有一些問題的話 可以丟給我的話也沒有問題 OK 我可以解決我就解決掉 OK 好 謝謝大家囉 那我晚一點會把這段影片再放到網路上面去 放到我Youtube上面去 那你們如果覺得忘記或哪個地方我講很快 然後沒什麼印象的話 要再看都可以看 OK 好 大家趕快去休息吧 Jesu